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圆码导入一下 在导之前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圆码啊 打成一个包呢 其实这个Spark整个的圆码呢 整个圆码很大 一共差不多是这个版本的 是有380多兆 380多兆 因为它太大了 咱们看的圆码就是这个call这块的嘛 那除了call这块的 还有别的 比如说Spark Sircle Spark Dreaming 图计算 机器学习等等很多很多 那咱们主要是研究这个call这块 所以说我把这个Spark大的项目里边的这个项目啊 给拨下来 然后咱们就把它把它检验以后 再导入它就行了啊 你们在以后在导入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是都导进去 导你选你一块你就导你一块 都导进去的话 速度慢不说 而且特别耗性能啊 耗资源 那我已经把这个call这个压缩包啊 押 解压到那个rf盘的workspace了 那我怎么导呢 先把这个当前这个项目啊关闭啊 close project 然后呢 咱们再导入 import project 导入到底是选哪个呢 rf盘呃 workspace里边有一个call 呃 workspace里边有个call 那这就是我导入的 在你们在解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 解压以后有可能就是这call里边再带一个文件加又是一个call 再往里边猜出这个项目呢 你这样的话你导入进去 你这样选这个call的话是不行的啊 导入不进来 呃 选择这个call以后点ok 因为他默认的是maven项目 那就咱们就按默认来 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路径给了指定正确了 所以我们这个路径也让他默认nest 这是一些maven吧 maven 那我们就让他用默认这个maven 呃 这个也直接nest 那这个呢也是nest 1.7啊 用这个gdk1.7 那现在是给你的导入这个项目呀 给他起个名字 给起名字 起个什么名字都可以啊 只要是你觉得好就行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看的行吗 比如说你可以给他起个大香蕉 或者是叫个玉米棒子啊等等之类都可以啊 1.3.1 我们就给他起这么个名字finish 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把这个项目导入进来了 哎 好 导完了导完了 那你看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个这个完整项目呀 那我们看哪些呢 是不是就是主要看起他的原码呀 因为这个spark是主要是用scala来实现的吧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scala 其实他呀 不光是用scala 他用java是不是也实现了部分的一些类呀 啊 在这咱们不看这个只要啊 咱们就要看那个scala scala 那比如说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什么呢 呃 比如说spark contest的吧 spark contest在哪呢 你可以直接到找deploy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walker 这里边 这里边没有啊 这里边没有 那找哪呢 如果你要是找不到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那你就直接按链一下shift 按链下shift 然后你再找 spark contest这么类 那你在这儿是不是就是定位到这个在这儿了啊 然后呢 回车 你就可以啊 知道啊 你已经打开 直接打开了 那你看一下这个spark contest在哪呢 oag apache.spark 是吧 oag apache.spark里边有一个 那是不是在这儿呢 spark contest的 那我们可以找spark conf 也在spark contest都在这儿嘛啊 呃 那就可以在这儿找 如果你要是讲想找master这么类的 在哪找呢 呃 那比如说matter只是在那个deploy里边啊 或者master 这里边有一个matter啊 你可以这样 这样直接找 直接到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某些类在哪个包下 是吧 你就是可以直接可以在 两下shift 然后你输入master 你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类了啊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项目已经导进来了 我们就开始呃 一个一个去看啊 这里边的圆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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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